解开码头缆绳 有好几艘拖船牵引 缓缓离开上海江南造船厂 驶出长江口 中国大陆海军一号上午八点多 展开第三艘航母 福建号的首次航行试验 还适时间需要一年多 预计2025年底或2026年初开始服役 港口码头上的细薄试验 主要是测试静态下航母的动力系统 武器装备系统等各系统运转的情况 系统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干扰 大陆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 专家分析 过去山东舰 辽宁舰 都是以苏联时期的技术打造 而福建舰最大差异是全部国产化 舍弃前两艘航母采用的华越式甲板 仿效美国航母改采电磁弹射系统 另外新系统占据的空间较少 也能让舰载机起飞更快速 预计福建舰将搭载最新型的 歼35双引擎战机 对应美国的F35C战斗机 目前美国共有11艘航母 装备实力仍遥遥领先 由于福建舰采用了电磁弹射 它的舰载机的出动率 会比前两艘航母更高 这样在一些重点的海域 在执行一些重点的任务的时候 可能更适合它来承担 美国陆军和菲律宾武装部队 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 进行自由落体行动支援 美飞史上最大规模的 肩并肩联合军演 仍在如火如荼进行 不让大陆海军转美于前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说法 指出美国在印太区域 针对新型武器系统 近年已全面升级 美军部署策略 也从集中东北亚的大型基地 改为小规模 机动性更强的部队 增加海上巡逻 强化岸上部队攻击能力 因应解放军的潜在威胁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